容開恩議員 為大灣區推出的各項政策 藉此進一步加強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配合 致力做到一體化發展 打造優質的營商環境 中央政府不時為大灣區推出新的政策 例如在上月即是二三年的十二月 就發佈了 越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建設三年行動計劃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計劃 和橫琴越港越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計劃等多項政策 當中三年計劃的目標就是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而鑑於越港澳在社會、法制、稅制方面就不相同 因此需要加強互聯互通的工作 藉此要提升發展的協同性、包容性 達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 共創經濟貿易合作新優勢 今年是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布五周年 五年來大灣區取得的成果可謂十分封石 各項的產業不斷擴大 有一些企業能夠善用區內數據共享推動業務發展 創業的機會也不斷增加 例如2023年施政報告中也有推動 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範圍也去到整個大灣區 同時大灣區的政策持續革新 例如推動更多的專業互認 實施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政策等等 香港人去到月就業的空間也持續拓展 加上高鐵的開通、落實港車北上等措施有效縮短 香港來往其他城市的時間 可見兩地的融合正在不斷深化 香港廣通青年總會在去年九月至十月 以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學業篇為題 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 而在昨日公佈了結果 合共訪問了一千名十五至三十九歲青年 當中超過百分之七十受訪者 有意去到內地升學或者進修 也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訪者 表示願意去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較2021年有百分之四十一的明顯上升 同時有百分之四十二已經在廣東讀書的青年 也有意五年之內來香港發展 可見香港人和他們在兩地的流動潛力很高 就此我認為特區政府要加強配合三年計劃 前海規劃和橫琴規劃 致力在大灣區內發展香港的優勢 其中三年計劃其實已經聚焦 營商環境建設提出了七大項二十四條具體的措施 目標是在三年之內被大灣區和國際通行的規則銜接 透過建立基本營商體系發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有關措施都是圍繞市場環境、政務環境、法治環境、開放環境的四大環境 如取消和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限制、實施面向港澳人才的特殊支持等等 支持港澳全面參與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等 亦有在跨境通關、跨境執業、金融市場、互聯換通等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應當要協助更好地推動三年計劃的落實 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帶領粵港澳全面合作 包括做好政策宣講 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在香港進行現場的宣傳 營造大灣區一流營商環境的良好輿論氣氛和社會討論 第二就是與內地共同推進細化三年計劃的重點任務 明確時間表的進度 以及要釐清政府部門的責任和權責 確保政策是落地成效 第三就是要說好成功的故事 充分發揮香港的開放平台和示範作用 發揮好香港八大中心定位、一國兩制 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雙向發展等優勢 和澳門等內地九市共同拓展經濟合作空間 第四就是要積極處理、執行一些難點 以結局為目標協助企業和落戶單位 此外三年計劃裡面也有提到 CIPA、抗融等支持香港發展的系列政策 例如研究進一步取消和放寬對港澳投資者投資的要求 持股比例、行業准入等限制 取消他們在招標、投標、政府採購和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差別待遇 帶動了香港仲裁業、進入大灣區內九市等 種種的政策都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表現 擴闊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通道 因此特區政府應當順理各項的合作細節 避免大門已開、小棉未開的尷尬場面 然而我認為現在特區政府一定要加強他們的主動性 特區政府應該更主動與大灣區各城市對接 謀求更多的發展和合作空間 不要只要每次在中央政府推出大灣區政策之後 才慢慢配合,這個態度也是很被動 另一方面我也建議政府可以優先爭取更多便民便利的措施 例如在優化通關流程和在業等等 讓更多的口案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檢一次放行的運作模式 結合實際需要推動更多口案實施24小時通關 持續推動車輛來往便利 協助香港人到越發展的方面 特區政府可以深入推進灣區社保通和港澳藥系統等等 探索港澳醫療保障在大灣區內的跨境結算 並推進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公共服務和互聯網方面的便利應用等等 此外近日也有人指香港人北上消費會影響到香港本地的經濟 但其實兩地的來往日漸頻繁的趨勢 特區政府也要研究有效地推廣香港的方法 例如內地旅客留在香港不過夜或者是便宜香港的旅行模式 政府需要研究有關的文化 針對在新模式怎樣去推廣香港 其實政府更應該是順應潮流 開展一些新型的產業、物流業等等的配套 令到北上消費都可以令到香港是有所被益 而事實上 政府現在在配合內地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例如在日前元旦煙花會演之後 關口和跨境巴士的安排 導致部分旅客無法返回內地被迫滯留 造成了不少混亂 另一個就是郵輪碼頭的交通也有欠安排 相關交通未能應付旅客的需求 導致大量的旅客需要在碼頭等候多時 這些配套都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政府可以考慮向旅遊業撥更多資源 讓他們在大型展覽活動時提供更完善的安排和服務 加上剛才所說的爭取開放24小時通關 便利更多港人和內地人來訪兩地 所以總結而言 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積極推進 做一些方法令到大家合作共贏 建立一個開放的環境 加快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共同推進大灣區內產業升級轉型 做到香港和大灣區和其他城市共同發展 和擴大香港生活圈 便利香港市民到越發展生活 更多元化地追求美好生活 主席我僅此發言 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主席我們於是正式為民主席 馬遞辦公司 市民等級市民旅遊